我們警方在正辦一起,黃信祖賢的販毒集團 那個黃賢因為他生離重病,又虛險恐激 所以想說因為他重病,警方不會注意到他 所以火董他的一些弟弟還有一些西族的夥伴 共同從事販毒,也幫他運送毒品 殊不知他這個行徑早被警方鎖定 我們警方經過四個月的跟蹤調查 在我們7月6號,趁嫌犯就開門之計 我們持續有票進去,當場逮捕我們這個黃賢 那也炒後我們這個安慰他命,還有現金四萬多 這個販毒所得,那陸續續將涉案的這些14人 全部答案偵辦,那全案依違反毒品違反防治條例 依送我們這個僑親偵辦 那我們這邊也呼籲民眾,那個毒品 對於各民眾,個人,家庭還有社會危害很大 呼籲民眾不要以身釋放造成憾事 那我們現在是當我們暑假,那也呼籲家長 多帶領小朋友從事正當的休閒 如果說有小朋友的任何的異狀 隨時跟我們警方來反應 或是跟我們少人隊聯繫 那希望我們能夠即時發現這個異常症候 避免孩子去碰觸毒品,造成醫生的憾事 先進去看 然後先解決定 然後先再按著 被判斷 打車 再按照片